李文二姐突现身警局 直级律师团在旁陪同 本人轻回 有事要办 传奇天后李文7月5日奏事消息震惊全球乐坛 享年仅48岁 据最新消息指出 李文的二姐李斯林突然现身警局 引发外界关注 目击者称他身旁有一名律师陪同 显示他正要处理某些事物 根据香港报道 李斯林于19日下午3点多时现身北角警署 随后与一群律师团队一同离开 当记者上前询问时 他礼貌地回应说有事要办 不方便做访问 不过他神情淡然从容 明显希望不让外界过于担心 李文的告别式将于本月31日在香港北角的殡仪馆举行 隔日将进行火化仪式 先前李斯林在社群网站上发文表示 7月31日下午6点至晚上 一时点将在殡仪馆一楼大礼堂举行公祭 其他时间则以私人形式进行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李文粉丝 已表达意愿前往香港调宴 他们已开始购买机票和安排住宿 准备亲自送别这位偶像的最后议程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